上个视频我们单杀了木星的boss阿拉德威 这个视频我们来解锁土星的结合点 主线的结合点有两个结合点任务 第一个要击败木星的boss阿拉德威 这个任务上个视频我们已经完成了 第二个任务是要我们解锁欧罗巴的暴界点 我们首先要去解锁欧罗巴的魔雷克斯界点 这是个移动防御任务 入侵并防守三个数据终端即可以完成 接下来是欧罗巴的奥斯界点 这是一个拦截任务 我们要和敌人抢夺四个通信塔 拦截敌人的信息 先议敌人达到百分之百 即为获胜 待在信号塔下方的圈内 一段时间后就可以占领它 如果占领期间有敌人进入圈内 占领期时会停止 敌人会试图入侵信号塔附近的两个控制台 以夺回控制塔 此时我们会听到警报声 我们可以看到正在被入侵的信号塔 会在左上角闪烁红色警报 返回正在被入侵的信号塔 击杀正在入侵的敌人 即可以夺回信号塔 如果我们没能提取击杀掉正在入侵的敌人 敌人会重新占领信号塔 不过这样也没关系 我们只需要重新一下信号塔抢回即可 当左上角的篮子的进度条达到100%的时候 我们拦截信息就成功了 这一轮的拦截就完成了 此时选择撤退 我们就可以解开开机点 接下来是欧罗宝的Athoris节点 这是一个劫持人物 跟着黄色肉眼找到控制台 启动它 因启动需要劫持的质量 我们需要使用呼的能量 推动漫游者前进 还要击败来犯的敌人 防止漫游者被他们摧毁 赚脚的佩卡 在本系列的第三书舞集 解锁古石巾结合点 这一期视频中有介绍 大家可以去我的主页查看 将漫游者安诚送他脆离点 任务即可完成 最后就是欧罗宝的暴击点 这是一个界面任务 消灭从风数量的敌人以后 就可以完成了 完成所有的结合点任务以后 我们就可以去挑战 土星结合点的守卫者 安宝妹 还是使用近战武器的真地重击 使其浮空 在其浮空阶段 用近战武器 将其乱刀咔嚓 完成结合点以后 会奖励我们斯万现金 叛塔蓝图 运营解锁的系列任务 将军行影